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要做的影片是幻境试炼 礼拜五的关卡,秘术之同归于境 那这个关卡的话是45等的关卡 那我们选用的配对是罗杰,纳杰,SP跟夏洛克 白位的话是随便都可以,所以夏洛克只是我们随便乱选 这一队主要是利用纳杰SP的一招可以打两次的特性 然后来让这个反击变少 我觉得这个有点算是一个bug吧 就是他只会算第二下的伤害来反击 那纳杰砍完第一道以后,怪就剩下比较少的血量 那在砍的时候呢,反击的伤害就会变得比较少 那最后一关,再利用我们的罗杰 就可以直接把王给收掉 那流的话,是要让罗杰的血量高于一半 这样子的话再打最后一关才不会减半伤害 那我们接着就到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 就是先用一个恶魂来消耗它 然后就再用一个黑恶魂消耗它 就可以过关了 那这边就可以开启流 让我们的罗杰保持在高血量 那下一关就直接用四魂带走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在第二关的时候有恶金魂的话 直接用恶金魂砸那只鸟 让纳杰SP的血量低于一半 就可以在第三关的时候 直接用一个恶黑魂把石碑给带走 当然这样子的话,你就要regun更久的game 然后才可以得到那么多黄魂星 然后来达成这个条件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是595分 哦,495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左下角按赞 右下角按订阅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见咯,拜拜!